都说了我三哥多少回了 开车稳点 开车慢点 可他就是不听 现在倒好 感叹之间 王老四就说自己这个三哥太刚烈 人也不稳当 就拿开车来说吧 自打他养车那天起 都刮蹭个多少回了 每次都劝他慢点开 可他就是不听 现在怎么样 哎 把命都打进去了 老四 你还记得咱爹死的时候 崔半仙说的那些话吗 老四一直的感叹三哥生前的一些事 这王老二一直都没吱声 等老四说的差不多了 王老二就问王老四 还记不记得去年老爷子死的时候 请崔半仙来给长世师说过的话 王老四当时并没在场 可事后听两位哥哥说起过 他回忆了一下就问王老二 是不是觉得三哥的死和崔半仙说过的话有关 再有两天老爷子就死了一周年了 二哥 你的意思是我三哥的死和崔半仙说的那些有关系 王老二叹了口气 叫王老四回过头去看看老爷子的坟头 有没有啥不一样的 听他二哥这么一说 王老四就向老爹的坟头上看去 这一看还真看出了不一样的地方 坟地里的坟包多多少少都会长出一些杂草来 可是王家老爷子的坟头却是寸草不生光秃秃的 王老四看出了蹊跷 就问王老二是不是知道这是咋回事 崔半仙 他说埋咱爹这块地叫青山窗 寸草不生 不能埋人 哎呀 当时咋就没听呢 王老二又把当年崔半仙说的青山窗不能埋人的事 原原本本和王老四学了一遍 也后悔当初没有听崔半仙的话 哥俩看着光秃秃的坟头 这才知道崔半仙的话不假 再回想起 崔半仙当时说老爹死于崇丧时辰 子孙年年都会死一个 更是害怕的不得了 从坟地回来 王家哥俩备了一些礼品 直奔崔半仙讲 求崔半仙给化解化解 到了崔半仙家王老二上前敲的门 开门的正是崔半仙 看到王家的哥俩 崔半仙略显吃惊 他把王家哥俩让进了屋里 哥俩也没敢坐下 站在那里 跟崔半仙说了家里发生的事情 王老三的死 还有老爹的坟头不长草 崔半仙听完王老二的话 也是吃惊不小 原本以为当时把利害关系 都讲给了王家兄弟 让他们找人另选分旨 可没想到王家兄弟完全没有当一回事 说起这事 崔半仙也有些后悔 当时不应该和王老三置气 没把王家后事给办 如今王老三横死 虽说那是王老三的命 但自己多少也有些愧疚 挨探了几句 崔半仙吩咐王家兄弟去找几株桃树 去南边向阳的粗树枝 削成带尖的木桩 一共要准备七个 还要找几个身强力壮的人帮忙 还有准备后手套和口罩 王家兄弟这次对崔半仙的话 不甘有半点质疑 妈留的回到村里去准备东西 找人帮忙 人和东西都备齐了 王家兄弟跟在崔半仙身边 又来到了坟地 到了王家老爷子的坟前 崔半仙吩咐底下人 把王家老爷子坟包周围 凡是能够遮住阳光的树枝 全都砍掉 要露出天来 让阳光能够照到坟包上才行 王老二花钱请的 都是村里年轻力壮的人 王老二又临时给加了些钱 那几个撞小伙 三窜两窜的就攀到了树上 年轻人干活倒也麻利 七着咔嚓的没一会儿功夫 就把坟头上 遮挡阳光的树枝都给砍掉了 崔半仙看到阳光 把整个坟头都照到了 喊了一声行了 又招呼人准备挖坟 临动手前又嘱咐几个伙计 把事先准备好的口罩和手套都戴上 准备好了就开始动手 几个小伙子轮换着挖坟 也就各把小时的王家老爹的棺材已经给挖的漏了天 崔半仙 挖到棺材了 领头的一个小伙子爬出坟坑 来到崔半仙跟前 说棺材已经给挖出来了 崔半仙看了一看 一切准备妥当了 叫了一声开关 崔半仙一声令下两个壮小伙子呼的一声跳进了坟坑里 用翘棍插进棺材缝里用力的掰翘 棺材埋了快一年了 经不起两个壮小伙子一阵的掰翘 没几下就听得喀巴的一声响 王老爷子的棺材就被敲开 就在棺材被敲开的缝隙里冒出了一缕缕淡的氯气 崔半仙站在坟坑上 提醒在当场的人离那绿烟远一点 袭筋肚子里可不是闹着玩的 众人都知道崔半仙的厉害都躲得远远的 直到那阵绿烟散尽 又才聚拢到了坟坑前 只是尸体下葬时面目安详 而这个时候却是怒目原睁嘴巴张的老大 皮肤变成了青色 看着有些善人 王老二看着老爹那吓人的样子 忙问崔半仙 尸体下葬时还面容安详 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吓人 而且这都快一年了 咋也不腐烂呢 崔半仙 瞅着棺材里的王老爷子的尸体 喃喃说道 青山窗不烂不腐 三年成江啊 在王老二的追问下 崔半仙才解释了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王老爷子下葬的这块秃地 在藏经上叫做青山窗 而藏在这里的人 尸身不腐不烂 历经三年就会变成绿毛僵尸 弟弟的横死 让王老二对崔半仙的话是深信不疑 他苦苦哀求崔半仙一定要给破一破 保他一家子老小的平安 崔半仙也没理会王老二 转头问王老四 让他把事先准备好的东西拿出来 王老四不敢怠慢 掏出了一个布包 里面是按照崔半仙吩咐的销好的桃木桩 这些桃木桩都是十年以上的桃树上采来的 而且都是南向朝阳的树枝 一共准备了七根 崔半仙让王老四也戴上口罩手套 把七根桃木桩 按北斗七星的方位 钉在王老爷子棺材的周围 因为是关乎姓名的时 王老四手脚麻利的按崔半仙的要求 把桃木桩钉好 全都弄妥了 崔半仙让所有的人都退到棺材七尺以外的地方去守着 还特别吩咐不能让猫狗 花子梨子一类的动物接近 这一切办妥了 太阳也上来了 天气情好 因为事先崔半仙 差人砍掉了坟坑上方的树枝 没了遮挡 堵了的太阳直射在王老爷子的坟坑里 众人随着崔半仙都离得远远的看着 就见烈日灼烤下 王老爷子的坟坑里生起了阵阵的绿烟 躲在树后的王老二看得心惊 就问崔半仙老爹的坟坑里怎么会有绿烟冒出来 崔半仙解释说 那是湿气在蒸发 晒上一个时辰 再有七根桃木桩阵阵 这青山窗就算是破了 将近正午的时候 坟坑里的青烟越来越少 等到青烟散尽了 众人才随着崔半仙又回到坟坑边上 王家兄弟战战兢兢的往坟坑里看去 棺材里面的王家老爷子已经化为了焦炭 面目难辨了 崔半仙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又跟王家兄弟说 可以把坟重新填上了 但是要在周围种树 如果树活了 三年后迁坟 如果树不活 再去找他 王家兄弟一言而行 又重新给老爷子修缮了坟营 周围种上了树 更是殷勤浇水施肥 就怕这树不活 好在那些树都盛火了起来 在之后的几年里 王家也相安无事 这树都盛火了起来 这树都盛火了起来